嗨,我是猪萌萌,欢迎收听快川之反派又黑话啦 嗯?功臣呢?快来快来,马上要开始啦 第七百一十三集 南巡无意间扫到功臣眼里的寒光狠狠一正 是他,几乎是一瞬间,他就想到了第一次见到的功臣 那个坐在豪车里的少年,那种冷然的目光 只被扫上一眼就好像被射住了心神一般 浑身被那股冷意缠绕,动弹不得 功臣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拾起了花毛掉落在地上的水果刀 站到了花毛面前,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 犹如君王屁腻着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蝼蚁 呼的,功臣俯身,轻快地挥舞了两下刀子 那刀子很锋利,在他挥舞间甚至反射出了一道荧光 下一秒,花毛便再次惨叫一声 他的脸上被划出了两道血淋淋的口子 花毛一脸惊恐地看向这个突然发飙的少年 还不急他有什么更多的反应 功臣突然一手掐住了他脖子 像李小鸡仔一样将他整个拎了起来 花毛脖子被勒,嘴巴大张着吸气 眼珠子突出,他的喉咙里发出咔咔咔的声响 一副随时都要喘不过气的样子 他拼命挣扎,拼命地去扣那只扼住他喉咙的手 却发现自己越挣扎那力道越紧 最后他竟不敢挣扎了 只是拼命地仰头张嘴,努力吸取氧气 功臣默地松了手,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 下一秒却改为拽住他的衣襟 另一只手抓住了他头上五颜六色的毛发 将他的头抬起,然后砰了一下,撞向墙 花毛的咳嗽声和死命喘息的声音 被一声嘶哑的闷声打断 我脸上的刺青不好看吗?你竟想毁了它? 功臣冷冰冰的声音飘进了花毛的耳朵 花毛趁着自己还清醒,连忙求饶荡 小弟,小弟再也不敢了 大哥饶命啊,大哥饶命 小弟以后给大哥做牛做马 杀人放火都行啊 你还想划划我的脸? 功臣又问出一句 将他的脑门再次朝墙上撞去 砰的一声,撞得很极了 一柳鲜血顺着花毛的额头往下流 模糊了他的视线 知道我此情下面是什么吗? 啊?是刀疤 我杀人的时候 你们还在穿黑当裤呢 这么点本事也敢出来混 功臣每说一句 便按着花毛的额头往墙上狠撞 旁边几个混混全都吓呆了 陈汉然更是双腿一软 差点没站稳 直接跪下去 小八 功臣不会把人给撞死吧? 那人的额头已经被撞出了一个血窟窿 鲜血顺着眼角往下流 一张脸都被弄糊了 小八相当淡定 大boss揍人杀人的次数多了 去了他又分寸不会弄出人命 是不是觉得这花毛现在的样子挺吓人的? 是啊 哎呀 也记得有个世界你的样子更吓人 浑身是血呀 全身上下中了好多刀和好几个子弹 简直成了一个血人呢 哎呀 那个叫惨呢 要不是有爷给你屏蔽痛绝 你绝必会活活的疼死过去的 嗯 还记得是哪个世界不? 南巡眉眼微垂 淡淡回道 不记得了 哦 死那么惨 怎么会不记得啊 这是小白啊 你变成男人的那个世界 大boss是炎罗啊 他抱着你的尸体哭成了狗狗 南巡嘴唇 紧紧抿了起来 扶着墙壁的手也抖然接一紧 小八 你记性可真好 南巡面无表情 小八谦虚道 哎呀 惭愧惭愧 也只是记得每个世界你是怎么死的 其他的细节也都忘了 哼 你是不是还想出本书啊 嗯 你怎么知道的 你和大boss每个世界的爱情故事也都拿本本记着呢 不过呢 只有大致剧情 当你以后老了 走不动路了 也就把这些本本给你看 你可以抱着他们来回味一下咱们为功德之共同奋斗的这些年 你就会记得当年有个叫小八的神兽 他带着你浪来带着你去啊 这个神兽 他帅恋苍穹 牛 白红红 小八 宇宙无敌第一 神人 小八 你先歇会儿吧 说这么多不累吗 哎哟 不累 亲爱的 谢谢亲爱的关心 跟你交流的这点精神力 也还是有的 南巡朝天翻了个白眼 白痴小八 我靠 都愣着干什么呀 一起上啊 那吓呆的混混中 一人突然大叫道 几个混混一拥而上 其中两个还抄着棍子 直接朝功臣背后招呼 功臣后脑勺好似长了眼睛 他默得松开手 让花毛跌落在地上 飞速回头 身体下压 避开棍子 一脚横扫过去 然后往每人肚子上都狠踹了一脚 那一脚之后 几个混混疼得在地上 全成了虫子 脸也皱在了一起 功臣一脚踩在一人身上 手臂一挥 手中的水果刀 狠狠地刺入了 他的手掌心里 刺了个对穿 小混混的惨叫声 惹得功臣沉沉一笑 嘴角极为愉悦地 挽起一个弧度 而他踩在小混混肚子上的脚 也轻轻一挪 改为踩着那流血的手掌 还用脚尖来回摁了几下 在连连惨叫声中 功臣慢慢地蹲下去 问他 疼吗 小混混抽气着回道 不疼 哦 居然不疼 那就再来一下 说完 功臣又一刀子刺下去 狠狠穿透了 这个人的另一只手 小混混惨叫不已 疼得想叫他爹 功臣缓缓地 走到另一个混混面前 那混混吓得双手旗袍 拼命地往前爬 却还是没有能避开 对方手中的刀子 那一刀子下来 直接划破了他的脸 面色冷峻的少年 甚至用刀刃 在这个混混脸上 画起了画 姿态悠闲 小混混疼得浑身颤抖 却始终不敢吭一声 疼吗 功臣低声问他 目光死气沉沉中 透出了一股刺骨良意 有了前车之剑 这人连忙点头 疼 疼 刚才你们打我的时候 怎么就不知道疼了 大哥 不不不 大爷 小弟我错了 我们真的错了 但是我们 也是拿钱办事啊 是他 是那个臭小子 雇我们修理你的 陈汉然被小慧慧一指 在对上功臣 那冷冷看来的一眼 浑身一抖 然后颤抖不止 勾红 我 我 我 没想 陈汉然 结巴得说不出话来 脸色愈发苍白 功臣 朝他微微勾纯 双眼盯着他 那握着水果刀的手 却是狠狠地刺入了 混混地掌心里 分毫不畅 还一脸刺了好几刀 直到他将每个人的手心都戳烂了 脸上也都划出了 他自以为非常有艺术感的画作 功臣才满足地将那沾满鲜血的刀 递到了自己鼻尖 在周围的呻吟痛呼声中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享受般的窥叹一声 久违的血的味道 咦 这就结束了 我今天运动量还没达标呢 不说了 我先去继续运动了 我们下集再见哦